進 大家好我是網狗 今天我們來挑戰一個蠻廣為人知的都市傳說 沒錯 這個都市傳說就是通往地獄的電話 這個都市傳說已經很多youtuber試過了 網路上也流傳著至少幾十組電話號碼 據說這些電話打通之後會發現一些不幸的事情 所以我挑了其中五組 據那些youtuber還有網友說他們曾經打通過的電話 今天我挑的這五組裡面呢我自己最害怕的一組 就是最後一組自己的電話 據說這組電話平常還是不可能會打通的 一旦你打通它的話表示說你的壽命降致 而且電話那一頭接起來跟你對話的會是死去的你自己 綜合了大家的意見之後 我發現這些電話不是打一次兩次就會通的 所以我決定在12點1點2點3點各打一次看看它會不會通 我們現在就等12點的到來吧 現在晚上11點59 我先把電視調成5訊號的頻道 聽說這個是跟音間連結的訊號 聽說用這種 舊式的 比較容易打得通 首先第一組號碼12個0 OK 他很乾脆的就直接跟我說他是空號了 接著我們播第二組 13個0 這一組是youtuber黃大千 他要打通過 所以我想說我來試試看 他很乾脆的空號 再來我是第三組 13個13 這一組是非常廣為流傳在中國 百度上面都搜尋得到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 他中間就把他攔截掉了 因為他號碼太長 再來第四組7個7 這個7個7 很多香港網在討論 而且都有成功打通過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 第四組 又是一次空號 那我們來試最後一組 我自己的電話 有網友說他打通過之後 他問電話裡面的人是誰 電話裡面的人跟他說 他是他自己 他當下整個毛無熟啦 為什麼 因為他聽得出來 電話那一頭的人的聲音 真的就是他自己的聲音 我很希望不要打通 可是又蠻希望他打通 還蠻矛盾的 我去試試看吧 沒有打通 沒有打通 沒關係我也不灰心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1點2點跟3點 那我們等一下1點的時候再見 那現在凌晨1點鐘了 我們開始進行第二次試驗 第一組 12個0 這一次沒有 就那麼乾脆 直接告訴我說他是空號 那會不會下一次 再來第二組 13個0 好 對不起 你播的號碼是空號 下一組是13個13 這一組每一次都被攔截 還沒有播完的時候 他就空號 空號 空號 那再來第四組 7個7 空號 那最後一組我自己的電話 他沒有嘟嘟 欸我 我想再試一次 有了嘟嘟 這一次是拽 還是拳倒 那我們就等到 下一次2點的時候 那現在 凌晨2點了 剛剛那個外面破影 太大聲了 我會吵到我的家人 現在打第一組 可以 了 但還是 現在是七個七 最後是我自己的電話 還是一樣 那我們就等三點最後一次 看有沒有什麼結果吧 現在凌晨三點 我要打最後一次了 希望我會成功 來吧 十二個零 他一直有那個 啪啪啪啪的聲音 這個之前打好像都沒有 等一下再聽聽看 後面會不會有 這個就沒有那個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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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的聲音 他燉很久喔 嚇一跳耶 晚上凌晨三點還是比晚上十二點有魔力 再來下一組是十三個十三 這個也沒有那個啪啪啪啪啪啪啪的聲音 為什麼第一次那個會有 七個七 這個就乾脆直接跟我說他是控好 還不錯 最後一次 自己的電話 如果通了就不太妙 希望不要通好了 來吧 來 拍拍拍 這個都市傳說 應該就是這樣子啦 不管打到打不通 因為打不通 所以我想說 後續來來讓你們做 你們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們幾點有打通過 或者是你們 播什麼號碼 成功過我的經驗 那如果有的話 我還會想再試試看 再來就是要謝謝大家的支持啦 如果希望YouTube頻道的話呢 請幫我訂閱分享按喜歡 感謝大家 我是忘狗 我要先去睡覺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